刚刚跟大家说过不可以浪费食物 因为我们每天浪费太多 而有很多是每天饿死的儿童 所以如果我们不浪费的话 就可以令到这些人都有温饱了 其实有很多人不是刻意浪费的 不过他买了回来想用的时候又坏了 逼着不要 但其实如果我们有计划 这些食物是可以不会浪费的 那现在跟大家讲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 第一我们是要聪明的消费 就是说我们每天要买菜 多少人吃要买多少 我们因了之后即日买即日吃 这个浪费的机会就很少 不过在很多地方好像我们加拿大 你不会每天去街市买菜 因为很多时候你要上班 只有周末才有时间 变成一买就真的要买很多 而且这里买菜不是说我要拿这么多菜就可以 他多数一大包给你的 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就会一买买多了 而且加拿大有些是特别便宜的东西 每个星期都有某些东西特别便宜的 有一个聪明的消费安排好我们 每一个星期或者我们每天所用的食物 他跟着他来买就不会有个冲勁买多了 第二点就是尽量买那个地方出产的食物 比如我们加拿大 我们买回加拿大食品 如果你是买到在很远的地方寄来 这个时间那个保存期就短了 这样变成了放在家里面 没想到它就会坏 所以买当地的食物 那个保鲜期就可以长一点 第三样就是当你那些蔬果 是开始外表不是那么漂亮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洗干净 去了一点你认为不漂亮的地方 全部榨汁 那就可以发挥蔬果最大的功效和营养价值 而且你不会觉得我吃这个水果好像是不太好 我不想吃 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你已经把那些不太漂亮的地方批了 而且你是喝它的汁 那你就会容易接受了 而且你用完那些渣仔 你可以在那个后院里做堆肥 有很多朋友喜欢在后院里种蔬果 或者是种花 都可以有个更加好的收成 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善用我们的冲柜 哪些食品是要比较新鲜一点 我们是放向外面一点 那些是比较快一点 就可以坏的了 就放在外面一点 你变成开个冰柜的时候一看 这个是新鲜一点的 这个是旧一点的 我先用旧一点的 那就不会说用了新鲜 旧的都反而没用 到时拿出来 原来这些是上一次买的 那就变成坏了 不能吃了 所以这个善用你的冰箱 和如何去储藏 是令到你减少浪费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至于不在家的时候 出外吃东西 那我们怎样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出外吃的时候 我们吃正了 我们会叫人家 你给我打包 那又会拿了个发泡膠盒 又会浪费 而且有时你拿个发泡膠盒 它又关上盖子 所以很多人都说 哎呀 免得拿了 不要了 你不要 这个食物就是浪费了 所以最好是怎样呢 带你自备的盒子去 吃完了之后 你把它放进去 封得好好的 不会那个盒子掉出来 你带回家 晚上可以再吃完它 那你就不会浪费了那一份的食物了 很多朋友呢 是很喜欢去吃自助餐的 这里加拿大 就可以有个叫 你吃多少都可以 任吃的了 那这个任吃之中呢 有很多人就真的 拿很多很多回来 但是呢 他又吃不完 那就变了这些呢 又是浪费 所以吃自助餐的时候 你可以多拿几次 每次只拿适量 那你变了你吃完了之后 觉得还想吃呢 可以再拿一次 或者再拿一两次 不要一大碟拿回来 吃完又再拿大碟 你实有剩 这样又浪费食物 那就是不好了 而且呢 all you can eat 他有个很好的规矩 他说 你如果吃整呢 每一件收回多少钱 你要再给出去 除了你基本的开支之外 所以呢 这个有个阻碍作用 同时 当你外出 和别人用餐的时候 很多时候 一个人的量 不是吃那么多 但是他那份餐单 份量很大 那你如果是和几个人去呢 你比如五个人 你可以叫三份 或者四份 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 一来可以省点钱 而且食物就不会浪费了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至于我们家里面的小孩子 我们要怎样教导他呢 因为他们是不知道食物的艰难的嘛 做父母就要用钱去买食物 就是他们饭内就有张口 不知道他要去找食的嘛 那所以 对孩子 教导是很重要 首先我们要教导他们 分享食物 如果他们懂得去分享 为什么他要分享呢 因为人家对方没有嘛 他就要分享 他觉得 哎呀 人家原来没得吃的 不像我这样 理所当然 每天都有足够的温饱 那他们就知道会珍惜了 那好像加拿大有食物银行 那他们到了特别的节日 譬如这个感恩节 那很多时候 你们可以将家里面的食物 譬如罐头啊 这个面啊 这个汤啊 这类呢 可以放在那个 那些超级市场里面 一个大的盒子里面 你放在那里 那他们的植物银行 就收了回去 就分配给其他 窮困的家庭 那所以呢 教导你的孩子 把家里的食物 拿去这个食物银行 或者带他进超级市场 买一些食物 立即放进去里面 同时 聖诞节呢 有赠送火鸡 这个行动的 你可以带你的孩子 去超级市场 选一只火鸡 那然后呢 就是送给家庭 不用你的 有人负责的 你只是给火鸡钱就可以了 那因为有些家庭 真的很窮困 连火鸡都没有 那如果他聖诞节 有个火鸡 他们就会很开心的了 当你这样介護到你的孩子 去分享食物的时候 他就知道 真的有很多人 是很窮困的 他就会珍惜他的食物 另外呢 也可以教导他们 不要浪费食物的 吃饭的时候 如果有隔夜送的话 先吃完隔夜的 才吃新的菜 同时呢 吃剩的食物呢 不要吵架 在我们小时候呢 我们家里的人数很多的 那变成吃饭的时候呢 饭和菜都准备是比较多些 那当时呢 每餐都有剩的 那但是那个环境附近 那些人就比较窮困 有人上门是收垃圾的 那那个垃圾婆呢 我们每天呢 都会 准备食剩的饭 和菜 分开两个盆 是给他拿回家 他才有得吃的 那所以如果 如果自小的 你这样去教导你的孩子 把食物不要浪费 因为真的有的人 没得吃的时候呢 他大过也会很珍惜的食物 就不会将它浪费的了 我最近也无意中 在YouTube呢 看到香港电台 他以前的制作 关于那些食物的剩下来呢 有个机构收了回来 有个大厨呢 将它重新是炮制过 再煮些饭 加些菜 这样去分给那些 是没得吃的老人家 那很多义工是帮忙 他们穿着衣服 背上写着是food angel 我觉得他们真是当之无愧 是每天在某个时间 将食物送到某个机构 那很多老人家坐在那里 就是真的没饭吃 就是吃他这些热辣的饭菜 那看到的心真的很温馨 是很感动 这班人这么热心去做这些义工 那所以也可以鼓励你的孩子 去参加做义工 令他知道 真是这些人是帮了很多 是没饭吃的人 有一餐的温饱 那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是做 我们本分 可以将这些浪费的食物 是减了去的 我们就能够去帮到其他人了 那你说这样多好呢? 大家看来 我们不过来 再往来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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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